英国政府以承诺提供4300万英镑的援助,帮助持有英国海外公民护照的香港人及其家属在英国找到工作、住房和学校。 这项举措将帮助数百万人在英国定居。这一计划还包括提供如何在英国开设生意的建议。 据日经新闻周四报道,由于全球零部件短缺,一些苹果公司的MacBook和iPad生产已被推迟。 芯片短缺导致MacBook生产的关键环节延误,而显示器和显示器组件短缺也使iPad组装受到影响。 通用汽车总裁鲁斯周三表示,通用汽车正在测试各种电池化学技术和制造工艺,以削减未来电动车电池的成本,并降低对价格敏感的贵金属的依赖。 通用的目标是到2025年,将电池成本降低30%。 日本服装品牌优衣库周四发布半年财报,公司营业利润上涨了23%,并将全年利润上调。 在疫情期间,优衣库的口罩和居家服饰销售强劲。 公司目前面临两大挑战,由于缅甸军管,优衣库在缅甸的供应链被迫中断,而在中国,由于批评中共在新疆强迫劳动, 优衣库在大陆的销售也受到影响。 新唐人记者杰森,中华报道。